为了符合临床上B肝治疗需求 健保署宣布3月1号开始 扩大B肝抗病毒用药给付范围 对象包括肺肝脏器官移植者 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肝纤维化程度F3以上者 估计有3880人受惠 年度药费约2.47亿元 那这块的话 我们一直持续也在引进一些药品 而且方宽给付规定 让B肝的这些病人 能够持续的使用这些药品 来预防它后续发生肝硬化 跟肝癌的情形 健保署指出 B肝发生年龄主要在40岁以上 补向吸肝透过口服新药 就可达到病毒清除效果 B肝只能长期依靠药物 降低发炎情形 但难以完全根治 因此肝机会表示 适时的使用B肝抗病毒用药 抑制病毒活动 可缺缓肝硬化 及肝癌的发生机会 对慢性B型肝炎 就像肝硬化肝癌这条路 确实阻断了 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们在使用什么时期 才是比较适当 那这个事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问题 根据国建署资料统计 109年底原住民筛检人数 约2.6万人 B肝筛检阳性人数近3000人 国建署也提醒民众 大部分肝病没有明显症状 因提高警觉 避免延误就医 原时新闻 虎顺物流台北市采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